你 月龙 你醒了 你别乱动 我刚才帮你止过血 小心伤口崩开 他人哪 他人在警署 白署长在身上 我要去一趟警署 不许去 你刚从鬼门关回来 身体虚得很 你伤口在没有恢复之前 哪里也不许去 肚子饿吗 卢下有粥 我吃不下 不吃也得吃 你现在身子太虚了 我去帮你拿 吃不下 不管要做什么事情 总是要先填饱肚子 磨刀不误砍柴宫 来 来 真的吃不下 你从刚醒来到现在 就一直心事重重的 是在想案子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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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在想要做什么事 你这种事 你才有嫉妒 你才有嫉妒 不是 我是因为那些人 我又一个 出走了很多年的母亲 我 我好像看到她了 什么 我混过去之前 看到那个女人 直向我走过来 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但那种感觉 太熟悉了 我形容不出来 所以去警局 是想确认她的身份 我不是不让你去 只是你现在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这样好了 你把你母亲的名字告诉我 我去问班署长 江入水 好 你好好休息 等我回来 我心中有话 你都听不懂 我真的想要是 你也想要是 我心中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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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 我心中有话 你不需要 我心中有话 我心中有话 醒了 感觉怎么样 我怎么睡着了 因为你昨天情绪不太稳定 不利于休息 所以我在昨晚的粥里 放了一些助眠的东西 问他怎么样 你听错了 不是你说的那个名字 大抵 是因为你太想你母亲了吧 人在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下 会出现幻觉 而这种幻觉 往往与心理暗示 有很大的关系 中医上叫做疫症 对了 神讯进行得如何 白书长怎么说 这个 这是你们警署的东西 我不太方便去问 听了名字 我就回来了 在这边 我看你 我看你 就要好好活下去 我特别混蛋 是不是 他死之前 真的是想给我做一顿饭而已 可是我都说了什么 错了什么 那不是你的错 我小时候 最爱吃小龙包子了 每次都能吃二十多颗 年度鲜 最适合在冬天的时候吃 吃完味就会很暖 舒服 目前最喜欢做这两道菜 每年过节的时候他都会做 还有一阵子就过年了 还有一阵子就过年了 可是在这世上 我再也没有一个亲人 可以陪我过年了 你还有我们呢 我们可以一起去景城 最好吃的小龙包子 一起吃啊 不一样 他做的味道 不会再有了 肚子饿不饿 肚子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饿 没事了 我先回去了 谢谢